大家好 我是好 今天有一個緊急企劃 所以我們的業約不佔 那今天是由我一個人來開箱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就是歌夾1999 這次歌夾1999是出自於1999年的歌夾2000 那它又被稱之為千禧歌夾拉 那它設定是繼1954年之後 再度在日本上入的第二支歌夾拉 那它的造型跟昭和還有平成系列相比 有一些比較大的變化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擋開 我們今天的主角是這支千禧歌夾拉 那我們剛有說過千禧歌夾拉跟平成還有昭和系列 這兩個歌夾拉相比有比較大的變化 那這個變化在哪裡呢 首先我們可以先看到它的皮膚 是呈現墨綠色 我們拿近一點給大家看 它是一個墨綠色跟黑色的一個混搭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背脊的部分 那背脊是呈現一個紫色火焰狀 那它的這個紫色火焰只有墨燒才有 那它是做一個比較像金屬色的感覺 就不會是塑膠感太濃 給大家看一下 好那我們再來看 這支歌夾拉的眼神是還算蠻凶狠的 就不是它的霸氣 然後我再來看牙齒跟爪子 它牙齒跟爪子是做一個比較泛黃的處理 好腳這邊也是做一個比較泛黃的處理 這樣子看起來比較有生物感吧 怎麼說就是假設像我們人 我們人活久了牙齒也不可能那麼白 就類似是這種感覺 好那我們這支歌夾拉這樣子整體看上來 因為它極狀的皮膚再加上它這些皮膚刻畫的 算是還蠻立體蠻細膩的 整體看起來 這支歌夾拉是真的就很立體 我們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是真的就很立體 那我們 再拿另外一支歌夾拉 這兩支這樣子比起來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支千席歌夾拉是真的做得非常用心 那也不能這樣講 因為畢竟這支是PVC等級的 那這支是景品等級的 做起來的感覺就有差了 價格也有差 這樣子 好那因為這支是紹線版 所以它有另外附一個下巴跟一艘船 然後它這邊是有幾個卡榫 就是一個洞 基本上它這個算是牙齒可以咬的吧 那我們轉過來就是 牙齒咬的地方 也算是一個可以給你卡進去的啦 那它的牙齒就是這樣 然後你對準它 這樣卡住 就這樣 然後再把它裝上去 好那我們就先把它裝起來 我是不知道是我沒有裝好 還是它原本就會這樣子晃 不過如果你有兜好的話 基本上還是不會掉下來 因為它這邊是卡住的這樣子 OK那這就是我們 哥吉拉的部分 好那我們剛剛在細節時間 細品這支哥吉拉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進入重點時間 那我來跟大家說說 我對這支哥吉拉的看法 我個人是覺得這支哥吉拉是做的很棒 那尤其是因為這支是紹線版 它的下巴是可以換掉的 它這個下巴是可以換的 然後它可以藥著穿 然後它一些細節上 像眼神、牙齒、皮膚 還有它的這些背景 都是做的我覺得非常的用心 那再來是因為它 非常的輕巧 而且它沒有很大支 它就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拿起來 可能也不到一公斤吧 可以放在整個收藏櫃 那你說的櫃如果夠不大的話 一字排開可以把整個怪獸系列都放在裡面 好那以上是我對這支哥吉拉的看法 如果還有一些網友 看了我的影片之後 對這支哥吉拉有什麼看法的話 歡迎在我們的留言板 底下留言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有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按讚、訂閱、加分享 點讚我的Facebook的粉絲團 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那我是阿豪 大家掰掰